今天这道菜可以在家里做 也可以在火锅店做哦 像这种卷好的豆皮打开 均匀地抹上一层虾滑 铺上一层肥牛 然后再把它卷起来 料汁里记得加点水淀粉 配方我放在屏幕上了 番茄炒出汁水 洋葱炒到半透明 倒入料汁 等到变浓稠 再马上虾滑肥牛卷 让它吸煮汤汁改成奶油门一会 把奥利奥捣碎奶油加糖打发 均匀地搅拌在一起 放入模具里抹平 再放几片奥利奥 就可以放进冰箱冷冻了 看看这吸煮汤汁的豆皮 中间还夹着虾滑和肥牛 每一口下去都是一种享受 快做给人爱的人吃吧